来到世锦赛舞台 考验大心脏的时刻 台湾男双总是血性十足啊 并且还能如此 刚柔并进 死死拽住胜利的时刻 关键时刻 强势出击 爆打世界第一 最终 实现超级爆大了 真是霸气啊 最经验的一幕 就发生在2023世锦赛舞台 世界排名第21的台湾男双 李哲贵 杨博轩 迎来了赛会的头号选择 对上 世界第一的组合 双方之前 其实有过四次交战记录 但台湾男双 都是以直落二吞带 但今天在世锦赛对上 李哲贵 杨博轩展现气势 咬住比分 在开局热身阶段 就抢过领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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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然在间歇休息回来后 被对手忽然封了这一步 追成12比12 但台湾组合 关键时候 不手软 3 90 200 李正式 特别是双方死死咬住 来到14比14位置后 台湾南双再次展现霸气 以一波6比2的公式 摆脱纠缠 获得四个局过顶公式 最后面对对手的反复 他们再次一路到底 以21比18 抢先打下第一局 第二局 地理组合开始冲击打净 上来就抢下3比1的开局 但台湾南双并没有着急 沉着应对 一分分扣回去 4比4平 然后开始一点点占据主动 度数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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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局中台湾男双反而以11比9领先 虽然休息回来后又被对手打了一波冰棚打出 但台湾男双又用更强硬一波3比0 再次把主动拽自己手里 接着更强势一波4比1 让笔分来到了20比16又想获四个赛末点优势 印尼组合连锥三球 还好李哲暉杨国轩顶住压力 并是以21比19再下一场颁倒了世界第一 不过就算顶替了世界第一的牵运 16强之后的考验依然很明确 因为接下来他们就要对手打继续抵飞掉 这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入的比赛大